每天生活在城市烟火中,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烦恼或忧愁,找一个安闲的午后,读几本书,听一段音乐,给心灵寻一份静谧,在文字中寻找采菊东里下,悠然见南沙的悠然,用音乐来洗涤心灵的尘埃,让心变得纯净而透明,远离城市喧嚣,寻得一份轻易与淡然,让疲惫的心灵得到休憩, 为的是向着明天更好的出发,平淡的岁月可以将爱融入生命,时光深处,多少平凡的夫妻,在日复一月的平淡中,寄数柴米油盐的幸福,即便岁月改变了青春的容颜,还会一直手牵着手,在平淡中体会人间有味是清欢,让爱在细水长流的岁月中,像花儿一样绽放,将一身的时光凝成一半清香, 那一路清淺的风景,尽管平淡也充满了心香与美好,听得住平淡的爱,更会长长久久,人世沧桑,需要心静,红尘分少,需要心静,时太炎凉,更是需要一种当然心静,生命的旅途中,我们经历着便懂得着,感念着便幸福着,微笑着便温暖着,淡然着便美丽着, 当繁华落尽,我心中仍有花开的声音,走过坎坷挫折,我依然是那个名类的女子,一颗感恩的心,守着一份从容戴雅的生活,在春天的阳光中播种希望,在秋天的枝头收获幸福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